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到这一本是这种风格的呀 虽然是侦探小说 但又像是社会计时小说 不过也还挺不错的 我 我只是睡得稍微比你多一些而已 请问 这里就是旅行者和派蒙的住处吗 你是谁啊 好像没见过你 不会是来找我们麻烦的吧 看样子应该没错了 金发的旅者和画很多的小精灵 找次没汇问情报算是找对地方了 画 画很多 我 我明明一直都很克制了呀 很荣幸见到二位 我是从莫芒宫过来的 纳维莱特大人想要会见你们 似乎是有钥匙相伤 纳维莱特吗 上次见面我们还聊了挺多的 现在又要找我们 难道是这段时间出了什么事吗 具体我也不清楚 还是请二位一步莫芒宫 当面去问纳维莱特大人吧 好吧 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信息已经通知到 那我就先行一步回去了 嗯 前面在屋里待了好几天 等我们做好准备收拾一下 随后就过去 纳维莱特 我们来了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呀 哦 你刚刚在那里一动不动 只是发呆 还是在想事情 嗯 是我派人请你们过来 但对于接下来将要谈论的事 我依然有些犹豫 反正我们已经来了 你就说嘛 估计是想让我们跑腿吧 我确实有事想请你们出面 不过 还是等我把详情告诉你们之后 由你们自行判断 是否要接下这份工作吧 事情是这样的 嗯 情况我清楚了 总之就是智东那位代号 为仆人的执行官 想要与你进行外交会面 没错吧 我听说他原本也是凤丹人 但在这个时间点忽然来到丰丹 又如此唐突地要求会面 我真诚建议你 直接回绝他 嗯 他的目的想来你也应该清楚 估计和之前公子的那件事有关吧 我们在本土审判了智东的执行官 至今又未给出详时的案情报告 这的确是一个智东对我们进行外交施压的好机会 我认为在我们可以给出合理解释 并讨论决定好应对预案之前 还是先采取回避态度为好 不 不是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接受这次会面 嗯 你看 那个 本来就是我们李亏 一直拖着不见面的话 问题很容易越来越严重的吧 就像 就像两个朋友吵架了 如果谁也不见谁 不当面聊一聊 很有可能友情就这么结束了呢 尽管风丹与智东的外交关系 一直称得上还不错 但也仅限于民念上的友好 并留到你所说的能做朋友的地步 嗯 我就只是打比方了 打比方 更何况在情报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 就算当面聊 也有可能不是重归于好 而是直接决裂吧 嗯 反正我觉得暂时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神明的选择即便当下看不出端倪 其优越之处也必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 况且 会面的时候还有你在嘛 出了什么情况的话 你一定可以做到随机应变的 我不得不说 在法庭以外的场合 这个与人沟通和交流并非我擅长的领域 你对我有些高估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和你一起参加会面了 你居然不来的吗 不不不不 这可不行 我不能一个人去 你一定要陪我一起 我 我肯定要带上你的 弗宁娜女士 莫非这件事中 还有什么我不能知道的缘由 没有没有 你看 我可是风丹的水神大人 魔神明福卡洛斯 受众人喜爱与敬仰的正义之神 所以这件事只是我希望能够如此发展罢了 别想太多 我去找人安排一下会面事宜 你的想法和人否认为 你也有时候去找人 我交给你 你我们来找回 我好想 我们够再来 一日 你 既然 我 你 给我 不 有 它 不 我 无 没有 怎么 那个 我 弗妮娜大人 没错 正如你所说一次茶会 同时也要感谢你特地带来的糕点 看上去很美味 为了茶会气氛可以更加活跃 我还邀请来了这位 那位莱特先生 姓慧 我出生在丰丹 自然不用弗妮娜小姐 为我介绍您这位 令人尊敬的最高审判官 你好 很高兴见到您 首先我要向二位道谢 我公务繁忙 时常不再丰担 听说碧炉之家的孩子们 受到了你们不少照顾 我指的并不是我的孩子 林妮与林妮特受到诬告的事 请不要误会 碧炉之家的孩子 总是容易受到误解 可能跟愚人种在外面的名声有关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只是想说 丰丹近些年局势稳定 民众富足 孩子们都过得很幸福 这真是非常值得珍惜 谁也不愿意打破的现状 你应该是为了公子的事而来的吧 嗯 看来忙碌的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先生 不喜欢这些外交辞令 希望谈话能尽快切入政体 如你所说 探明公子的情况 的确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 同样身为志东的外交使节 也同样作为愚人众的执行官 我与公子一直都是同僚的关系 在丰丹发生任何事 我们都应该作为彼此的代理人 出面来解决问题 而现在 我希望能以代理人的身份要求 将公子移交给志东方面 我们有责任与丰丹 协同处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代理人的规则 只应用于执行判决以前 而今判决已执行完毕 我们示威案件已经得到解决 恕我无法回应你的要求 直接了当地拒绝吗 好吧 我尊重封担法庭的一切规则 正如尊重您这位最高审判官 那么 如果我退一步的话呢 不需要你们移交公子 我只要求进入梅洛比德堡面见公子 并确认他的情况 总不会连这点要求也满足不了吧 弗尼娜小姐 那 那个 梅洛比德堡一直以来都是自制状态 连我们也无权干涉 外交问题也无法成为借口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确认那位执行官的情况的话 我可以给出一个提案 仆人这么快就现身了 不过 确实之前就听林妮提起过 父亲要回来了 那时候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 林妮是秘炉之家的人 所以遗漏了这个信息 谢谢你的忠告 这方面我也很清楚 我还注意到 在关于仆人的问题上 弗尼娜的表现总是有些微妙和不自然 难道说 弗尼娜被仆人威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弗尼娜又有什么理由不向我说明情况 仆人又有什么手段 能够抓住一位神明的把柄呢 所以说应该不是吧 弗尼娜尽管稍微有些古怪 但好歹也是个神明 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棘手的地方 根据梅洛比德堡传回的消息 公子在一段时间前 离奇失踪了 目前还不清楚失踪原因 不排除他已经逃离的可能 但梅洛比德堡之外 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目击情报 梅洛比德堡有专人看守 内部体系完整 地势也足够特殊 不应当发生这种情况 恐怕公子的失踪另有隐情 考虑到你们也是公子的熟人 出于司法义务 我才愿意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你们 那你之前说的 有件想让我们出面的事情 难道是 我希望你们前往梅洛比德堡 调查公子失踪的原因 这也是当时面对仆人 我所给出的提案 作为他无法介入的替代 我会派人去了解公子的情况 并详细报告给外交官 仆人看起来对我的提案并不满意 但他依然选择暂且按照这一提案实行 他的说法是 等报告出来再说 也就是说 至少可以拖延一下时间 对吧 首先 你们和那位执行官算是故交 现场可能存在一些只有你们才能发现的细节 其次 考虑到梅洛比德堡的特殊性 梅洛比德堡 难道不就是封丹的监狱吗 也不能如此粗暴地定义它 梅洛比德堡名义上并不隶属于封丹司法体系 一直都以资质形式存在 因为最初在封丹 惩治犯人的方式是流放 而非官压 如今对罪犯的刑罚也依旧兼有流放的意思 梅洛比德堡看似监狱 本质上却该被认定为被流放者的聚集地 我们只会派遣看守过去监视 并协助维持治安 至于其他事情 我们无权过问 虽说我与那里的管理者算是有些私交 可无论从何种立场 我与审判庭都无权直接进入调查 怪不得 所以才需要我们这种第三方人员私下调查 对吧 没错 我会安排一个假的罪名给你们 请你们在内部暗中调查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 不知二位能否接受我的请求 的确不管怎么想 都是我们最合适呢 那好吧 这个差事我们就勉为其难地接下了 有众的感谢二位 这件事对当下风担局势而言十分重要 同时我也希望 二位能对这次行动保密 等你们准备好 就来伊犁耶岛上的梅洛比德堡入口出集合吧 我会安排专人送你们进去 准备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呢 也许你们可以好好吃个饭 好好洗个澡 梅洛比德堡的生活条件 大概无法与外界相比 对啊 虽然我们的罪名是假的 但要坐牢这件事却是真的 那个还能反悔吗 请你们放心 由于这次行动 的确是通过牺牲二位的时间与生活质量 来换取情报 不论成果如何 事后我们都会按照 律法公务人员的最高标准 来给二位发放相应的补贴 这还差不多 旅行者快走 我要吃顿最好的 然后吃到一个月都不想再吃美食的那种程度 你请客 要走了吗 顺便把这份蛋糕也带走吧 当做我个人的谢礼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风打不要 谢谢 那位莱特送的蛋糕确实是很好吃了 可以想到后面的日子要做了 我胃里一下就空荡荡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说起来 我们自从来到风丹 一直小心翼翼 担心不要触犯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法律 结果到头来 还要主动到梅洛彼得堡去 唉 可能这就是命运吧 唉 到时候在那边 可要抓紧时间调查 我可不想在那里面待太久 我听到了什么 是新闻的味道 味道是用尝的 不是听的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夏洛弟 别提了 约了一起案件的目击者来这里吃饭 本想从他嘴里挖点大料出来 结果居然放了我鸽子 冷静冷静 身为记者 这也是常有的事 只要再从旅行者这里 弄点新闻出来 三飞说不定就回来了 我们可还听着呢 夏洛弟 没什么没什么 我刚听你们提到梅洛彼得堡 你们该不会犯了什么事吧 哪有的事 我们这次只是为了去 去 糟了 差点忘记那位来特殊要保密的事了 因为这个被抓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单论令人厌恶的程度的话 至少跟刑切之类的同一档次吧 原来我做过这么严重的事 对不起 我错了 这么看的话 也的确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有点失望 对了 好像还有戏 你们不是要去梅洛彼得堡吗 能不能顺便帮我取取财 这个可能 不一定有时间 没那么复杂了 就只是看看 能不能想办法 多和梅洛彼得堡的管理人 接触接触 他在风丹被授予了 公爵的荣誉市民称号 很响亮对吧 能获得这个称号的 都是为风丹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民 数量极少 再加上梅洛彼得堡一直以来都不归审判庭直接管辖 人们甚至包括我这样的记者 对他也是知之甚少 如果能出一篇关于他的专题报道的话 估计也可以大获的吧 话是这么说 可还是要看情况 当然也不能白白麻烦你们 这顿饭就由我来请客吧 好 一言为定 绝对帮你搞定 成家成家 他应该也快上了吧 等等 你们点了这么多吗 那位莱特 我们准备好了 入口就在这里吗 你们果然如约来了 没错 这里就是从伊利耶岛 进入梅洛彼得堡的唯一入口 当心 稍微往后站一站 原来是从这里下去 梅洛彼得堡是在海里面吗 依靠水与人们对深海的恐惧 梅洛彼得堡 天然就适合被用于收容及看守罪犯 不过放心 那里面并不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请你们下去以后 用自己的眼睛确认吧 但 但愿如此 可以想到自己是在海底 还是会觉得有些胆战心惊吧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曾说过 我与梅洛彼得堡的管理者 莱欧斯利先生有一些私交 他相当精明 我们也听说了 就是那位公爵对吧 是的 他是这座水下堡垒的最高管理者 就算你们是受我委托前往调查 最好也避免与他和他手下的人发生直接摩擦 公爵不常离开梅洛彼得堡 但这不代表他不清楚堡内外事物的细节 他是默许 而非不知情 这一点还请注意 那么私人聊天时间 差不多就到此为止 这次的事 拜托二位了 放心吧 不会白跑一趟的 嗯 马德林 我来了 那位莱托大人 新的犯人就是这两位对吧 请放心 我绝不会让他们逃掉的 才不会逃跑呢 二位请跟我来吧 我会引导你们 办理进入梅洛彼得堡的手续 是马德林啊 今天怎么让你下来跑一趟了 那位莱托大人 点名让我护送这两位犯人的 可能交给别人他不放心吧 真好呀 能得到那位莱托大人 这样的大人物青睐 而我却只能在这里 面对一个个新的囚犯 嗯 你可以试试微笑服务 或许可以提高你业务上的口碑 得了得了 每一个刚来到这里找我登记的犯人 都是愁眉苦脸的 我哪里还笑得出来啊 而且就算我对他们笑 他们眼里估计也只会觉得 我是个心里扭曲的虐待狂之类的吧 哦 的确很有道理 好吧 那交接工作就算完成了 你们两位先在这边登记 后续的各种流程 马蕾蒂会指导你们 啊 交给我吧 你快回到那个阳光照耀的世界去吧 让我看看旅行者和派蒙 对吧 是我没错 我先和你们确认一下罪名和刑期 你们的罪名是 未经神明允许吃掉了至东使节 精心为神明大人准备的蛋糕 致使封丹政治核心陷入短时间静默 星期四十五天 啊 那位莱特送我们的那块蛋糕 难道就是 但就这个罪名来看 你们应该是能干大事的人 考虑到弗尼娜大人一直以来对甜点热爱的程度 这和刺杀水神有什么区别 谢谢你们让我长见识 但进入梅洛比德堡的手续 还是要好好完成的 请站到那块板子前面 我会用流影机给你们拍摄画片 好吧 拍得好看一点哦 我会用流影机给你们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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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几乎可以换来梅洛比德堡的一切 满足欲望 获得权力 甚至改变命令 所以特许券就是只能在这里用的货币 并不只是这么简单 就像那个马蕾蒂说的 所有人会获得重生 无论你曾经有怎样的财富 势力 来到梅洛比德堡 你只能抛开一切 重新开始赚取特许券 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个气泡线上 给你糟糕的人生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想这才是特许券的用意 特许券象征的是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正义 也证明如此 许多犯人即使刑期已满 也并不想回到外面的世界了 梅洛比德堡原来是这样的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是和监狱差不多的地方 别把这里想得太美好 也别想得太糟糕 好好看看这里的景色吧 一会儿你就看不到了 好吧 与太阳告别太久之后 就连令人恐惧的深海都是亲切的 不再觉得有什么压抑的感觉了 哼 我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犯人 迎接新犯人 是我为了赚些特许券而接的灵宫 怎么又不说话了 免费的到此结束了 再往下就是付费内容 你的脑子里难道真的就只有钱 不 特许券吗 差不多到了 从这里下去 你来试着操作吧 到这里才算正式进入梅洛比德堡吗 好像还有一些也是刚刚才到这里的犯人 愁眉苦脸的 嗯 我们是不是表现得太轻松了 呃 想一想我们现在已经在别人的地盘了 一定要想办法演好犯人才行 如果暴露了的话 是不是就连那位来特都救不了我们了 你 你不要吓我 我可没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呃 那个 我不太了解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 但是 你们该不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吧 啊 不该惹的人 应该没有吧 嗯 这回你怎么主动找我们说话了 呃 不是在乎这个的时候了 那边 你们自己过去吧 先说好 我的职责应该就到此为止喽 祝你们好运 到底什么意思啊 啊 等等 一般来说 这里会有这么多情威器官的吗 我们 我们这就已经暴露了吗 7459号 7560号犯人 欢迎 别那么紧张 这些警卫机关不是来做你的对手的 他们正肩负着仪仗队的职责 我听说你们是纳维莱特先生的朋友 才让这些家伙来这里列队等候 你知道我们和纳维莱特的关系 海底或许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信息闭色 不过很可惜 我知道的仅止于此 而且你看 大人物的朋友犯了事也得到这里来 多么公平 公 公爵大人 今天 呃 今天天气真不错 向您问好 你也好 先生 借你吉言 我愿意想象海洋外的好天气 梅洛彼得堡要是能造在岸上就更好了 方便大家晒太阳闲聊 万 万分抱歉 我只是见到您太紧张了 有点 原来这位就是公爵 比想象中的样子年轻好多 旅行者和派盟是吧 迪肯先生负责接待你们 过程还令人满意吗 原来是这样 那我只好遗憾地宣布 就在刚才 迪肯先生与他犯人生涯中最好的高升机会擦肩而过了 我 呃 我确实只想着特许圈那事了 让您失望了 公爵大人 我原本想做更高级别的工作 真没想到 你们二位居然是能和公爵说得上话的大人物 唉 我总是印象师大 熟目寸功 日子还长 迪肯先生 你依然有很多机会 啊 引荐部分就到这里吧 已经花了足够多的时间 迪肯先生 呃 是 请容许我先告辞了 你们二位请跟我来 为表欢迎 我会带你们先在梅路彼得堡各处走走 以便你们更好地融入这里 他是要亲自带我们参观嘛 总觉得搞不清楚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难怪夏洛迪对他那么感兴趣 确实是个有点神秘的家伙 我们快跟上他吧 你们不必那么拘谨 犯人仅仅是身份的一种 在梅洛比德堡 当犯人也只是众多生存方式里的一种 你作为这里的管理者居然这样想吗 我们可是犯 犯过誓的呢 万一很难对付怎么办 那你们或许能在这水下世界 但在你们准备大战拳脚前请务必记得 在梅洛比德堡 最重要的是别给自己找麻烦 也最好别给看守添麻烦 而这里呢 是对生存极为重要的场所 特许食堂 每天你们都可以来这里领取一次福利餐 领取 不花钱的吗 没错 犯人是梅洛比德堡运行的基础 至少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 哈哈哈哈 曾经可不是这样的 要是按照以前的规矩 你在梅洛比德堡 想讨杯水都得用特许券来换 像你们这种刚刚进来的犯人 手中空空 就只能先饿着肚子去干活赚钱了 自从公爵大人接管后 才有了福利餐的规定 现在就算是整日游手好闲 一颗齿轮没碰过的懒鬼 每天也有东西吃 不至于活活饿死 嗯 在梅洛比德堡 特许券就是钱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钱来买 某种意义上也算贸易吧 但贸易总要由人来进行 想要贸易繁荣 则更需要大家积极努力地工作和生活 要是每个人连饭都吃不上 梅洛比德堡到处充斥的怨气 对我来说反而比较难办 所以与其说是梅洛比德堡每天请大家吃顿饭 倒不如说是因为大家的努力工作 而让梅洛比德堡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了 虽然您说的道理很对 但我说的也是事实嘛 总之你看 在这里努力就有回报 你很少能再找到这么讲道理的地方了 的确 你说的有点道理呢 照这个逻辑 这里确实不是什么糟糕的地方 啊 不对 不能掉以轻心 就是因为公爵的这种态度 犯人们才那么信服他的吧 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确认才对 走吧 带你们到那边看看 这里是权力斗技场 地如齐鸣 总有些经历过剩的犯人 日常工作并不足以消耗他们的激情 为了避免他们自己互相消耗 还是允许他们使用专门的场地 不要影响其他人比较好 拳赛 还能赚外快 你有没有兴趣 对于这件事 我必须提醒一下 失守重伤或者致死对手的话 刑期会延长 呃 这个地方也是你开设的吗 公爵 不 我只是批准创办人可以使用这块场地 收取部分手续费罢了 当然 这些费用也自有其他用处 哦 可以问问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比如维护人身安全 保证场地完好 调解矛盾等等 怎么 你对管理斗技场有兴趣 没 我只是刚刚在猜 难道福利餐的成本就是来自这些手续费吗 不是没有道理的猜测 你能这么想 算是有些创业天赋 你看 我有天赋 我们也能在这里成就一番事业吗 这些你们私下里去计划吧 我们继续往前 公爵 公爵大人 早上 不是 中午好 不对 现在几点了来着 你也好 时间不等人 还是不要过得太糊涂了 对 对不起 那个人紧张得差点忘记呼吸了 抱歉 我有些失态 这里是监社区 也就是犯人们睡觉的地方 晚些时候看守会告知你们的床位在哪里 在梅洛比德堡 一般犯人每天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在生产区和监社区 生产区 是生产什么的 我们都要在那里工作吗 呃 不全是吧 去生产区工作是获得特许券最为稳定的途径 如果你有别的本事 也可以翘班 哇 身为这里的管理人 你这算是明目张胆教唆我们逃班吗 梅洛比德堡能够在自制的情况下持续运作 说明大部分人还是愿意老老实实工作以获取稳定的收入 至于生产什么 在丰丹 你见到的那些发条机械很多都来源于这里 所以梅洛比德堡除了是犯人们服刑的聚集地 也是一座巨大的机械工厂 具体生产流程我不赘述了 等明天你们到生产区实际工作一次 亲自体验吧 来好的 好东西 精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福利餐还是很不错的哦 今天的饭菜如何 还满意吗 哇 好像超级好吃 那维莱特还说梅洛彼得堡的生活条件不好 没想到饭人每天都吃这么好 那不是超级幸运的人才能抽中的盒饭吗 你们运气可真好 无关运气 是我跟维尔赛先生打了个招呼 让你们免去抽签 啊 这里的饭原来是随机的嘛 嗯 能吃到什么全看运气 这应该算是特许食堂维尔赛师傅的一点 恶趣味吧 我说呢 犯人要是每顿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封担犯罪率一定会激增吧 哎 两位 你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纳维莱特先生 我想问问他精狂如何 工作忙吗 有没有注意健康问题 他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健康呢 只是有点辛苦 一直在认真工作 嗯 听上去还是老样子 看来护士长不用担心了 嗯 但总感觉有些时日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了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或者下次有事需要找他谈的时候 请护士长抽空陪同好了 哎 梅罗比德堡应该不归审判定管吧 有什么事需要和那位莱特谈吗 毕竟这里要为封担官方提供各类机械产品 有些必要的物资也需要从水上获取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沟通吧 纳维莱特先生品行端正 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明明白白地讲开 交流起来不需要费很多心力 对此 我愿意付出额外的尊重和让步 总之 我现在将你们视为纳维莱特先生请来的客人招待 但很可惜也只能到这顿饭结束为止了 在此之后就得请你们当好囚犯了 不必客气 新的生活正等着你们 旅行者和派盟对吧 心犯人吗 记住 到了该做什么的时间就做什么 别给自己惹麻烦 你们的床位在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 这段时间我们就睡这里了吗 真不可思议啊 宅在家里看侦探小说的日子 就这么忽然间离我们远去了 诶 说起来 刚刚好像发生了好多值得探讨一下的事 虽然公爵没有明说 但听他最后那些话的意思 似乎只是因为我们认识纳维莱特 所以才这么欢迎和招待我们 我们身份上确实是犯人 我也确实吃了蛋糕 但其实应该算是纳维莱特的外缘吧 嗯 嗯 难道他知道我们来这有任务 还是我想多了 我也这么觉得 他大概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于是刻意用这种形式来传达 喂 我已经盯上你们了 不要搞小动作 之类的意思 嗯 嗯 是啊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直接空手回去 跟纳维莱特说 公爵大人看起来很可怕 我们不干了吧 而且而且 公爵说过 会做额外让步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至少还是要尝试一下 哇 调查公子的去向 也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着手 哦 你指的难道是 对 就是这个 撞进灵尼的时候 我都差点露馅了 好在从公爵的态度来看 他对灵尼就像对其他犯人一样 没有特别的注意 唉 我们当时好不容易帮他和灵尼特洗脱了冤屈 怎么一回头 还是来当犯人了 啊 对啊 灵尼和灵尼特都是壁炉之家的人 也就是仆人的手下 难道他们也是来调查的 是卡片 我刚才怎么没有发现 有点像是魔术师的小道具 估计是灵尼留下的吧 都成为囚犯了还在玩这种魔术小把戏 让我来看看 再次相逢 甚是欣喜 明日请到生产区一续 什么嘛 好像只是老朋友在街上遇到了 打个招呼一样的语气 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呢 好吧 总之等明天见到他 再好好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也抓紧休息吧 唉 你终于醒了 毕竟是第一天当犯人 毕竟是第一天当犯人 昨晚梦里一直在被狱警拷问 知道我什么都交代了 才醒过来 哎呀 只是在梦里了 现实里我才不会这样做的 嗯 妈 你们两个 喂 怎么还在这里 不想饿肚子的话 就抓紧去生产区 啊 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就去 是来报道的新人吗 能分到这个片区算你们走运 是的 我们昨天才来到这里 别打断我说话 是 认真听好你们的工作内容 别出任何岔子 这里任何一样机械 都比你们两个加起来还贵 而且这些机械也都危险得很 活干得好 完工就去食堂 活要是干不好 那只能一物事件 总之 梅洛彼得堡 不想失去任何一台机械 也不想白白浪费掉 任何一个犯人的生产能力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们的工作 就是使用那边的机器加工工件 看准合适的时机踩下踏板 如果机器卡住了 就用拳头维修一下 这个给你 你把加工好的工件带给我 就能拿来换特许券了 那些呢 它就能拿来换特许刀 老实在不算 不许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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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用鸡锤 如果卡住了 就通过攻击的方式修理它一下 可 好 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跟那个监工交差了吧 我们去交付加工好的弓箭吧 这弓箭 马马虎虎 不过使用了机器进行加工 出产的产品也都差不多就是了 好吧 就算你们通过了 特训券会结算给你们的 累死了 这样差不多算是结束了吗 都怪那个监工 把我吓的话都不敢说 虽然很饿 像现在就冲到特许食堂去 但我们还有和灵妮的约定吧 不计她也刚刚把工作做完 我们想办法在这附近找找她 喂 这里 哇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快把我吓死了 哦 这么容易被吓到 你们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你这家伙 我们心虚还不是为了找你吗 抱歉抱歉 快过来这边 我们悄悄说 林妮特 你也在呀 果然你们兄妹不太可能分开呢 是啊 啊 哥哥他根本离不开我呢 呃 其实不止林妮特 连菲米尼也一起来了 你还记得她吧 是你们壁炉之家的那个小潜水员吗 之前在丰丹亭见过 快说说吧 你们到底是怎么又成为犯人的 简直浪费了我和旅行者 在法庭上的精彩辩驳 成为犯人当然是件容易的事 我召集了一场街头表演 利用上次在歌剧院积累的人气 来了很多观众 然后呢 然后嘛 我请了很多现场观众来参与演出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的钱包全部消失了 哥哥就这样犯下了盗窃财务罪 而我是见证一切还辅助作案的共犯 实际情况没那么恶劣 消失的财务都可以在直律亭 那个大弹柜最左边的抽屉里找到 就看执法者们什么时候发现了 到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出去了吧 就魔术本身而言 我觉得这次的表现 还是非常完美的 好吧 的确是有你们特色的入狱方式 没错 上次我向你们隐瞒身份 那时候我说过 如果你们生气了的话 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不再隐瞒 所以这次我也不打算隐瞒什么 当下看来 壁炉之家的利益也跟你们没有冲突 我们是接受了壁炉之家的父亲 也就是仆人大人的命令 来这里进行调查的 果然嘛 他也猜得到呢 至于调查的内容 你们可能没听说过吧 梅洛彼得堡 一直以来都藏着一个秘密 甚至有人说 整个梅洛彼得堡本身 就是为了守护着那个秘密而存在的 很久以前 壁炉之家就一直在调查这件事 想要揭露其中的秘密 但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安插的所有探子 包括渗透进来的看守 都离奇消失了 再也没有回音 我们认为 这像是一种挑衅 而这 也是我们这次来到梅洛彼得堡的目的 父亲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确认 风丹的神之心 并不在水神福卡洛斯的手上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重要的信息 父亲有他独特的手段 其中许多是我们无从想象 也无缘见证的 相信结论就好 正因为有这个信息 我们猜测 风丹的神之心 很有可能就在梅洛彼得堡 和那个秘密有关 到头来 还是为了神之心啊 我们这边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 你们呢 是纳维莱特大人 送你们进来的吗 没错 仆人一直咄咄逼人 想要公子的近况 所以我们来调查 啊 旅行者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 要求公子大人的情报 本身只是一种施压手段 父亲借此 跟风丹亭那两位大人交涉 实际是想以退为进 类似于砍架的原理呢 很多事需要借口 执行官的价值比想象中更高 不过也不全是虚假的 如果真能顺势查清公子大人的情况 我们跟风丹的外交形式也会转好 甚至调转立场 难道说我们已经是相对最在乎公子情况的人了吗 那些执行官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呢 不能这么说 父亲的进退标准跟我们不同 对了 我有个提议 不如我们联手吧 虽然我们目的不一样 但总归都要对梅洛彼得堡展开调查 如果能互相帮助 效率肯定更高一点 而且你知道的 比卢之家寻找神之心目的很多 但最优先 是为了解决风丹的预言危机问题 有关这件事 还请相信我们 你看 还是我说的对吧 这样吗 想要说服旅行者合作 果然没那么容易 林你好像在认真地思考什么问题呢 这是肯定 哥哥自从上次见到你们 就一直很期待能与你们达成共识 应该说 我们都很期待这次合作 菲尼特 这些不说也没问题的 哥哥 多展现一些真心也没关系哦 很谨慎 符合我认识你以来你的一贯作风 非常合理 那我也认可这种程度和形式的合作 我也做过最坏的打算 你的回答 已经比我想得温和很多了 事不宜迟 我这里有一条情报 请仔细听好了 经过我和林尼特这段时间的调查 梅洛比的宝中 存在着一个禁区 绝大多数人选择闭口不谈 但通过一些话术 我们基本从看守那里确认了禁区的存在 你们在调查的时候 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件事 禁区吗 难道公子就是到那里走丢的 的确有必要关注一下 对 这是目前梅洛比德堡最大的疑点 其他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这边会先尽快调查 总之 希望信息对你们有用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应该饿了吧 快去特许食堂吃点东西 以后需要联络时 我会用卡片通知你们的 就等你这句话呢 做了那么久的工作 我早就忍不住了 走吧 去吃饭 调查什么的以后再说 今天的饭果然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 靠我们自己的运气再抽到那样的饭菜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吧 那还是算了 普通饭菜也挺好的 我们还是趁早出去吧 不过目前看来 除了监工有点凶 工作有点辛苦以外 这里的生活也不算很糟糕嘛 是吗 每个刚到这里的人都这么说 看来陆地上的精力 还没有给你们足够的教训呢 新人 一切如果只看表面 那等你走到绝路上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踏上这条路的 看你态度不错 我倒可以提示你们一点 所有人都好像在和你们说 要守规矩 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对吧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们 规矩并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作为一个犯人的规矩 其实这个地方 有许多隐秘规矩的存在 隐秘规矩 那是什么样的 那些规矩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但不论你是否知情 一旦违反 甚至可能遇上比死亡还要可怕的事 这真的吗 我胆子很小的 你不要吓我 当然 失踪 大概算是还不错的下场了吧 哦 你的意思是 如果隐秘规矩真的存在 那公子失踪的原因 可能就和这个有关 那 这位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隐秘规矩的内容呀 我们也好想办法避开 这可是能够关乎一个人性命的情报 你就如此轻描淡写地向我打听吗 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我们现在手里还没有多少特许券 知道 知道 慢慢来 等你们攒够了再来找我 也来得及吗 更重要的是 你们现在对这里还不熟悉 早早告诉你们这些意义也不大 你们还是好好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再来找我吧 我平时就在破烂骨头商店的附近 叫我维多克就好 拜拜 二位 他就这么走了 你说他会不会只是吓唬我们呀 然后骗我们花钱买他的假情报 这毕竟也是调查公子下落的一个切入点吧 隐秘规矩吗 哎 反正目前我们也像他说的一样 又没有特许券 又对这里还不是很了解 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 哎呀 光顾着聊天了 本来就不怎么好吃的饭 凉了就更难吃了 快抓紧吃饭吧 嗯 刚才和看守确认了一下 每天上午的工作是固定的 下午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事 但好像大部分犯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工作 来赚取特许券 哦 好像还说 如果消耗一些特许券的话 也可以免除上午的劳务工作 自由分配时间 在这里 特许券好像还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啊 呜啊 我也累了 明早还是得乖乖起床工作的 没有特许券就没有特权呢 晚安 旅行者 希望从明天开始的调查能够顺利 嗯 这个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一直待在身上 难道是通过这颗神之眼 你和公子的意识产生了某种连接吗 那可是重大的突破啊 好在你把这颗神之眼带到美洛彼得堡来了 所以你梦到了什么呢 知道公子的去向了吗 这样啊 唉 但愿以后他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信息吧 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们身为犯人的新一天又开始了 为了口袋里的特许券 加油努力吧 今天准备做什么呢 走吧 到工作的时间了 再磨磨蹭蹭的话 那位看守菲尔廷先生又该数落我们了 来了吗 准备好就抓紧开工吧 时间就是生产力 好 这个给你 记得把加工好的弓箭交给我 可累死了 不过打工了这么多次 好像也渐渐掌握到诀窍了 呦 工友们 看你们也刚干完活 我过来打个招呼 哦 你好 看你很眼熟 好像打工的时候 我们的位置一直挨得很近吧 没错 我叫洛恩 这几天我也注意到你们两个新面孔一直在我腹肩 算是有缘吧 我在这边干了差不多快十五年的活了 就那个监工 格兰维尔都得喊我一声前辈才行 哇 这么多年 前辈好 你们要是有什么想了解的技巧 尽管问我 生产区这一片的工作在我手上 比吃饭都熟练 好的 前辈 就靠你照顾了前辈 你刚才问 规矩 作为新人你们不简单吗 居然听说过规矩 是谁跟你们提起的 算了 看得是我主动找你们答话 而且你们也叫过我前辈的份上 就向你们透露一点 如果你们一直这样工作下去的话 会有危险 啊 这也是一种规矩吗 万一我们没从你这里了解到 岂不是就 嗯 倒也没那么容易出发 隐秘规矩的条件一般都比较苛刻 可一旦这么做了 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连续三天 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之外 都在生产区大工的话 在第三天的午饭时间 会发生一件不好的事 不要吓我 什么不好的事 如果我知道的话 可能就没机会像现在这样 和你们对话了 也就是说 连你也没试过 关于这个规矩 其实有一个传说 传闻中 有一个远胜于我的工作狂 他不论是工作效率还是耗胜心 都不是常人所能逼拟的 有一次 他试图挑战自己的极限 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工作以后 终于在第三天中午 像人间蒸发一般的消失不见了 后来有人去问过他过去的几个好友 那几个好友却说 我从没见过这个人 怎么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不巧 这个人的工作和我不在同一个片区 我也没有目睹过他的真容 难道你怀疑这个人就是 你们 好奇心可不该是用在这种地方呢 我劝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我都感觉后悔告诉你们这件事了 是呀 我们 我们真的要尝试吗 好吧 如果你只要这么做的话 哇 这不是超幸运的那种福利餐吗 果然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我要细嚼慢烟好好享受这顿饭 下午准备做什么呢 我早就觉得有几个人比较古怪了 你们好 你们是那个跟公爵大人一起的 不要那么紧张了 抱歉 看到你们 就不由得想到公爵大人 想到公爵大人 我就又 说不上来 可能是的吧 他身上有种很强的威压感 让我感觉自己 好像一只地上的虫子 不至于吧 而且我做事总是犹豫不决 经常把事情搞砸 看到公爵大人那种精明干练的人 就本能的有些紧张 什么 请不要大声说这种话 还有 这究竟是怎么理解到这一步的 旅行者和派蒙 您就别挖苦我了 我可不是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的人 正如公爵所说 对每一件事都认真 才是致富的关键 或许 这才是重生的意义吧 而非特许券本身 呃 太好了 我原本担心你们会一直闷头赚特许券 看样子你们在调查上也没有懈怠 就算是那么喜欢钱的我 也不会一直闷头打工了 你也在这附近调查吗 林尼特 不 我只是在偷懒 并且被你们抓到了 哥哥还是执着于一切关于禁区的情报 以他的能力 想必很快就能拿出些成果来 对了 这个给你 啊 突然就塞给我们特许券 我比你们要早来很多 特许券对我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稀缺资源了 能陪我聊天的人才是稀缺资源 你人可真不错 林尼特 那我们就收下了 谢谢 你打算不继续调查 直接休息了吗 好吧 那就养足精神 明天再努力吧 今天起得太早了 其实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打瞌睡 终于到睡觉的时间了呢 不想起床 昨天的疲劳好像完全没有消除嘛 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算算是吧 你就当我们想要试试自己的极限好了 好 今天做得不错 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我有一点吃不消了 原来加工弓箭有这么累人吗 我不行了 话都不想说了 都吃饭的时间了吗 我 都吃饭的时间了 我都吃饭的时间了 我都吃饭的时间了 等等 算起来 今天是不是就是连续打工的第三天了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背后怎么忽然感觉凉嗖嗖的 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看周围 我们也安全抵达特许食堂了 难道隐秘规矩 就只是传闻而已 光在这里推断也没有用 我的肚子一直在抗议了 先吃饭先吃饭 看看今天的幸运值如何呢 会不会是超豪华盒饭 这 这是什么 我的饭怎么了 你的也是一样 这些东西是肉 但看起来又感觉诡异得很 这是正常厨师能烧出来的菜吗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那个罗恩所说的不好的事吗 别 别说下去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要把它说出来 那不是维尔赛先生吗 饭应该是他做的吧 这怎么会没问题 喂 你别走啊 再仔细看看 怎么办 维尔赛先生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难道再也是什么 嗯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我刚刚还饿得很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胃口了 下午准备做什么呢 好呀 看看会不会发现什么新线索 哦 这不是罗恩前辈吗 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 呃 我刚刚受了点伤 就一点点拉伤哦 工作的时候难免有这种事吗 原来像罗恩前辈这种工作经验丰富的人 也会在工作时受伤啊 呃 就是怕你们这么说 害得我没面子 唉 都怪西哥文小姐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不在 怎么了 医务室里没有人吗 是啊 传闻在中午开饭前的半小时 医务室里总是没有人 也不知道西哥文小姐到哪里去了 那还真是奇怪 西哥文小姐一直都很敬业的 这个时间她会去哪里了呢 唉 无错位了 这点拉伤我还是自己修养修养吧 不必麻烦她了 快看 这里有个看起来像是研究笔记的东西 刚才有个家伙鬼鬼祟祟的 在偷看医务室的里面 是西哥文小姐的粉丝吗 这个应该是她丢下的吧 让我看看 美露星种族对世界的感知和人类不同 有所偏差 也就造成了美露星对许多事物的审美和人类有着巨大的差异 送礼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想不到这家伙还挺认真的嘛 功课做了不少 那这份研究笔记 嗯 我们就没收掉吧 啊 西哥文 你不应该在医务室嘛 怎么有空到生产区来了 你们好呀 你们好呀 旅行者 派忙 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忙 医务室也没有人需要照顾 我就会来这里欣赏大家工作的样子 欣赏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哦 我经常站在这里观察大家呢 人类都很有趣很可爱 我喜欢看你们工作时的神情 听上去像是在说小动物 好像有道理 但也不能这么以偏概全的下结论 我因为种族问题 视野上跟人类有些区别 非常容易观察到大家的身体状况 那些过劳的人 我一眼能分辨出来 这就是美露星的视觉嘛 的确很适合成为护士 嗯 为各位的健康奔走 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可能的话 还是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 没有疲劳和病痛 多多注意身体 好好补充营养 工作累了就及时休息 不要逞强哦 我们会注意的 谢谢你提醒 你打算不继续调查 直接休息了吗 好吧 那就养足精神 明天再努力吧 连续打工之后 五番奇怪的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段时间的调查 真的有收获了吗 这样嘛 那看来关于这件事的调查 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从明天开始 再找找其他线索吧 晚安 旅行者 又是新的一天呐 但愿今天可以有调查方面的进展吧 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次 我们逐渐掌握到诀窍了呢 不过做一件事太久总归会腻的 你要紧吗 偶尝选择轻松的方式也不错啊 偶尔选择轻松的方式也不错呢 喝饭 果然期待不能放得太高呀 下午准备做什么呢 权力斗鸡场那边 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呢 你是旅行者吧 像你这种实力的选手 我们这边是禁止参赛的 我被特意嘱托过 因为即便是罪犯 也是会惜命的 希望你能谅解 不过这边还是有通过展现实力 就可以赚到特许券的游戏提供给你 怎么样 有兴趣吗 那么如果游戏输了的话 也要花掉特许券了 那是当然 权力斗鸡场就是这么残酷的地方 好嘞 我来为您介绍规则 你面前的这些靶子会依次升起 按照靶子升起的顺序依次击打 连续几轮不出现失误 就能赢得特许券奖励 不过一旦击打顺序错误 游戏就失败了 参与一次游戏需要300特许券 要不要来试试 谢谢惠顾 请开始游戏吧 就按柯林斯说的 努力打吧 努力打吧 果然实力不容小觑啊 我现在非常理解 为什么你被禁止参加正式的拳赛了 只要是珍惜自己生命的人 都不会愿意和你站在同一个拳台上 说起来 你们好像还没有试过去竞猜拳击比赛的输赢 到罗西莫夫那边 支持谁就买谁的奖券 猜对的话会有不少奖励 可是我们不怎么了解这里的拳手 也不知道该支持谁 很正常嘛 总是要慢慢来多看几场比赛 就知道谁才是可以一路帮你赢得奖励的那个 确实 要不我们就先试试 手里特许圈充裕的话 奖券就随便买买看好了 随便买买看 怎么说呢 这种做法倒也不是不对 只不过还是希望你们稍微慎重一点 不要太过随意 太过随意 怎么样才是太过随意呢 明明连奖券都没在这里买过 却知道规矩的存在 你们的强项看来不只是战斗 原来还有感知 既然你们问到这一步了 又是有钱力成为我的老主过的人 我还是向你们透露一点好了 毕竟谁也不想失去像你们这样的客人 这么严重吗 这条隐秘规矩就是 如果在一场拳赛的开始前 将两位拳手的奖券都买了的话 就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生不好的事 所以条件是同时买双方的奖券 那不是一定会亏钱吗 谁会这么买啊 然后你所说的不好的事 指的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可不会去尝试这种事情 不过关于这件事 我听过一个传说 传闻中有一个蒙面拳手 他的技艺出众 武力高强 一时间斗技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然而在最后一场决胜比赛中 主办方要求他摘下面具 他碍于一些原因拒绝了 并且没有来参加比赛 随后他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有人说他死了 被主办方的人做掉了 但人们都还记得 他是一个无比看重名誉的人 如果有人同时支持两方 在他看来便无疑是对一场比赛的侮辱 所以 所以是他的怨念 会惩罚这样做的人吗 他一直蒙面 似乎在刻意遮掩自己的身份 我也并不知道他的来历 旅行者 难道你怀疑这个人就是 喂 真的吗 不会吧 我是好心好意提醒你们 你们却偏要这么做吗 是啊 这个听起来很吓人 唉 真拿你没办法 你 你可要保护好我 奖券两边都买的话 大概需要三千左右的特许券 要是攒够了钱 你们就试试好了 出了事别来找我就行 今天也还算有所收获吧 希望明天可以取得新的进展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吗 好像逐渐习惯作为犯人的生活了呢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次 我们逐渐掌握到诀窍了呢 不过做一件事太久总归会腻的 你要紧吗 嗯 偶尔选择轻松的方式也不错呢 这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好难吃 嗯 我想念你做的饭了 下午准备做什么呢 我猜像公子这样的人 一定也经常会去那边吧 怎么了 二位 是来买奖券的吗 抓紧时间 新的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了 下场比赛的拳手都是谁呀 本届夺冠大热门 牙刃 还有东部监区的种子选手 石鬼神 这都是外号吗 还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 好怪 看你们是新手 我可以给点建议 别看买牙刃选手的人多 但石鬼神绝对是一流的黑马 反正这场比赛 我推荐你们 啊 两边都买 我虽然看出来你们是新手 但没想到能新到这种程度 是不是你们没弄明白规则 我再跟你们详细讲一遍吧 就是说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知道这样肯定会亏钱的 好吧 你们确定啊 手出该不退换了 好了 别废话了 乖乖把特许圈收着吧 到了这里以后 就没有睡懒觉的资格了呢 我们还是早点睡吧 喂 旅行者 还忙 这儿有你们的包裹 下次买了什么东西自己去拿 我可不是快递员 有包裹 是你买的东西吗 我还没睡醒 你去看看 我们昨天好像按照隐秘规矩买了奖券对吧 难道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克林斯所说的不好的事情 我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要不 要不我先躲一下 你开好了叫我 喂 稍微等等啊 我还在呢 你怎么就打开了 喂 是 是什么 你还好吧 我 我来看看 就是这种小瓶子吗 就是这种小瓶子吗 可是 可是这里面的液体的颜色好像不太妙吧 好了 停 不要说下去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拿远点 拿远点 我才不要 在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前 我建议不要打开这个瓶子 这是派蒙非常郑重的忠告 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能够偷懒可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只是有点心疼特许劝 这个商务一定要好好利用啊 如果没办法都发出去的话 是不是就没办法离开这里了 你是 看样子你不是这里的犯人吧 好像没见过你 不是 当然不是 不要再把我误认为犯人了 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好像还很发愁的样子 我是风达公司的推广员 一般负责推广公司的饮料 本来应该早早完成任务 回到本部的 可没想到会耽搁这么久 风达公司的人呀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唉 气死人了 都是因为这里的那位公爵 我先前和他聊过公司的 推广企划后 他竟然直白地评价 我的企划毫无价值 鉴于公司与他此前的合作 还算顺利 所以我还是耐着性子 试图跟他解释 谁知道他直接打断我的话 我回忆一下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 我这样果断地拒绝你 其实是在帮你节省时间 你可能既不理解特许券的价值 也不理解你们产品的价值 前者是因为你是水上面的人 情有可原我不怪你 至于后者 只有蠢到极致 即使在水下生活也对特许券 这些没什么认知的家伙 才有可能买你们的饮料 还是算了吧 总之 他就这样回绝了我之前的提案 让我再不给他惹麻烦的前提下 另寻办法 你说哪有这种事 他是这里的老大妈 没办法 我们也认识他 公爵确实是个捉摸不透的人 算了算了 人在屋檐下就得低头 慢慢来吧 我听说你们真的去尝试了 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在第二天早上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 里面的东西 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 果然是真的吗 你们没有受到诅咒之类的吧 现在状态还好吗 等等 你们确定 现在是你们自己在操控自己的身体吗 我 我也不确定 你感觉呢 我看起来还是我吗 哦 那就好 看上去你们的确跟之前一样 不过我建议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话说 我没想到你们还真的会去尝试 如果是为了好奇心的话 别的不说 你们还真舍得买奖券的钱啊 就算正常买奖券 我们也不怎么指望能得到什么奖励 一般来说这种事情 都只有主办方才能大赚特赚吧 哪有的是 我们权力斗技厂其实是很良心的 通过卖奖券 其实赚不到多少钱 就连现在的权力斗技大赛 都是靠生产风达的公司赞助 才办得起来的 是生产风达饮料的公司赞助的吗 我还以为这些都是靠公爵支持才办起来的呢 只能说各取所需吧 他们也是想在梅洛比德堡范围内推广风达 才愿意主动做这件事的 唉 反正这些天你们自己多多注意吧 保重了 哎 地上散落的这些纸是什么 报名表之类的吗 好像不是 每一页纸上都注有风达公司的文样 是生产风达饮料那家公司的什么资料吗 好吧 被抓到的话 我们不会被告窃取公司机密什么的吧 哦 对哦 你说的对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让我看看 新作产品的研制 在没有封担科学院的帮助之下进展缓慢 研发员工内部也出现质疑的声音 新产品将被迫在未定名称和包装的情况下进行第一次推广试喝 根据反馈调整后续研发方向 暂决定仅在小规模区域进行封闭性测试 嗯 看起来也没什么 只是在说风达公司正在研发出了风达以外的其他音频吧 而且不怎么顺利的样子 还是把资料原地放好吧 就像没人看过一样 嗯 很好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了呢 要先吃饭吗 好吧 这可是用特许券花来的时间 下次一定要好好利用啊 哇 这不是超幸运的那种福利餐吗 果然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我要细脚慢烟 好好享受这顿饭 下午准备做什么呢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次 我们逐渐掌握到诀窍了呢 不过做一件事太久总归会腻的 你要紧吗 嗯 偶尔选择轻松的方式也不错呢 神秘的包裹 血红色的液体 唉 感觉还是看不清真相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了吗 这样嘛 那看来关于这件事的调查 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从明天开始再找找其他线索吧 晚安 旅行者 我们已经调查了两种隐秘规矩了 没想到这座监狱里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最好还是加快调查的脚步吧 不然总感觉没完没了 嗯 先不去打工了 我们抓紧时间 嗯 嗯 哟 这个时间见到你 说明已经攒了不少特许券 都舍得拿来免出老巫了嘛 看来你们适应的不错 不错 了不起 了不起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所知道的隐秘规矩了吗 的确是好时机呀 刚刚好 怎么了 什么好时机 蓝奥尼德他们那几个惹人讨厌的穷鬼都不在 跑到生产区打工去了 这么秘密的情报 我可不想让他们占了便宜 好了 你快说呀 千万千万不要在半夜 来到发出怪声的管道附近 就算你躲过了看守 也可能会撞上更加可怕的东西 更加可怕的东西 会是什么 十人族的集会 十人族 在梅洛彼得堡 他们每个月都会有几次半夜期间的集会 传闻中 在梅洛彼得堡失踪的人 都与他们有关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有一种特殊的癖 受害者剩下的血和肉 因为无法处理 会被他们想办法转化为各种形式 永远留在梅洛彼得堡 我想 我们可能见过你所说的各种形式 原来真相是这样 我 我 我胃里好像有东西在翻腾 看上去 你不是很相信的样子 无妨 接触到隐秘的真相 本来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还有事 你们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 旅行者 这次要不你还是相信吧 我可不想连血和肉都要永远留在这里 你居然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吗 好像的确感觉微妙的放心了一些 真是没完没了了呀 这次维多克不在 但是上午去工作的那几个人回来了 我们去问问他们吧 离我远点儿 你们什么意思啊 别在我面前提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你 你们在说什么 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 他们几个的态度 有点奇怪 好像在躲着我们 但是 这么明显的不自然 难道是为了赢我们上钩 好 不行 越想越恐怖了 还是要继续调查吗 好 好吧 你好呀 菲尔廷先生 干什么 身为犯人不好好赚特许券 找我做什么 想问一点简单的问题 您晚上巡逻的时候有发现过什么吗 怎么关心起这个 不管晚上发生什么 都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吧 只管睡你们的觉就好了 呃 这个 对 对的 就是一个月有那么几次吧 搞得我睡不好觉 我的耳朵很敏感的 还有这种事 嗯 不过我也不是每天晚上都值班的 这么说来也的确听同事提起过 管道清洁日的晚上容易有怪事发生 很多人都不乐意在那几天值班 管道清洁日是干什么的 就是梅洛比德堡排水设施 进行定期清洁的日子 每个月有三天 好像今天正巧就是其中的一天吧 你们可以确认一下 如果情况属实 我可以替你们向上级汇报 好的 我们今晚会注意的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 我奉劝你们别动什么歪心思 即便今晚我不值班 也会有人盯着你们的 放心吧 我们绝对不想增加行期的 他走了 关于管道清洁日 你怎么看 的确如此 可费尔听先生说 今晚也是管道清洁日的夜晚 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好吧 那今晚我们就熬个夜 但愿不会被看守抓到 好亏好累 可是还不能睡吧 今晚就是管道清洁日的夜晚 重要的调查时间 是啊 如果我睡着了的话 你可要记得叫我 我怕你一个人出事 啊 旅行者 不会吧 你这就睡着了 啊 啊 啊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这次见到什么了 真的吗 这下终于要水落石出了 可是那诗人族的传说呢 这又要怎么解释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要小心避开巡逻的守卫才行 你们是白天时候的 很有胆识嘛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吧 劝你们赶紧离开 不然谁都救不了你们 就算是又怎么样 惹急了我们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把这个传闻变成事实 喂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放出那种谣言 待在这里又是想做什么 我对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回去监社区睡觉 当作什么也没见到 我还可以当作你们没有出现过 快走吧 这里真的没什么值得你们感兴趣的 你刚刚说什么 这句话不是大哥他离开的时候 你认识我们的大哥 大哥原来是身份这么显赫的人吗 我们并不清楚 他在这里一向对自己的身份保密 是大哥让你们来找我们的吗 原来是一群公子的小弟啊 看来他之前在这里混得很开嘛 那天晚上他说的话 只有我们几个知道 除非是他出去以后和你们说的 这样就说得通了 好吧 我相信你们 你这招真好用 大哥他刚来梅洛彼得堡的时候 很惭愧 我们对他的态度很差 甚至处处针对他 但梅洛彼得堡是尊重强者 认可实力的地方 不论是打工时候的毅力 还是在权力斗技场的英姿 哪怕是教训我们的时候 他都展现出了卓越不凡的才能 于是 后来我们就决定跟着他了 可有一天 大哥忽然告诉我们说 自己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惜一切代价 只因为他再次听到了那个呼唤他的声音 身为小弟 我们自然把大哥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于是 我们花了些功夫 根据这里已有的隐秘规矩 编造了食人族的规矩 并广泛散播 只是为了在管道清洁日的夜晚 为大哥创造逃出去的机会 通过创造这样的留言 让犯人和看守们都不敢靠近这里 人们对未知的恐惧还真是好利用呢 可是公子不是已经逃出去了吗 你们为什么每个管道清洁日的夜晚还在这里 因为据我们所知 大哥离开的那个通道 其实并不能算是出口 应该是死路 里面连通的是已经废弃的工厂片区 而且就算有办法逃进海里 距离水面也太过遥远 应该没人能活着抵达 但大哥还是执意要通过那里 似乎有什么执念一样 于是我们说 你不在的时间里 我们会对每一个人装作你好像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而如果你要回来 也一定要选择管道清洁日的晚上 我们会来接应你 以免这件事被发现 哇 你们居然为了这句承诺 每个月的这几天都要冒着风险 半夜守在这里 但我们心里其实也知道 这么久还不回来 大哥他 多半是真的逃出去了 那 有没有可能他遇到了什么 意外 没有意外可以打倒大哥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 好了 好了 我就随口说说的 嗯 别出声 跟我们来这边 从这里上去的路线已经被封住了 是不能通行的 大哥是从这下面离开的 他走的时候下面还没有淹水 后来我们几个也试图从这里过去看看 结果发现已经有很深的水淹上来了 除非有特别擅长潜水的人 不然根本过不去 难道公子是被这里的水困住了 可能性也非常小 大哥他水性特别好 我们都知道的 是吗 那快让他去调查一下 如果有关于大哥的情报 请务必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再不离开的话 怕是看守要过来了 嗯 情况我们了解的差不多了 赶快离开这里吧 哦 终于得到关键信息了 也不枉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呀 你说的那个山长潜水的人是菲米尼吧 如果拜托林尼的话 就能让菲米尼给我们帮忙了吧 公子那家伙到底去干嘛了呀 可让我们好着 好在 再等一段时间以后 真想应该就水落石出了 啊 精神一松懈下来 我一下子就困了呢 我们抓紧时间睡觉吧 晚安 旅行者